三藩市 350萬新撥款改善南日落區康樂中心 加州眾議會預算委員會主席丁佑立 宣布由加州預算中獲得350萬撥款 幫助日落區社區長者建設康樂中心 日落區市參事馬兆明 安勞自助處行政總裁鍾玉娟 三藩市康樂公園主管及社區領袖 今天早上齊聚在南日落區康樂中心外 慶祝這個好消息 丁佑立首先提到為長者爭取福利非常重要 因為三藩市人口增長最快的是長者 到了2030年 60歲以上的居民將會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當中有一半是亞裔 市參事馬兆明表示 日落區有超過2萬名長者居民 高於三藩市的其他行政區 南日落區的康樂中心就好像他們的第二國家 安劳自助署行政總裁鍾月娟表示 非常感激丁耀元為康樂中心爭取撥款 這個中心正在為2,000多個長者提供服務 而現在當然能夠容納100人以下 需要大些地方服務這群長者 中心真的需要去改建和給一些好的設施 他們會加一些地方給老人家做運動 或者建一個大些的中心給我們有營養餐 除了來自當地2020年健康和恢復債券的資金 加州將會撥款230萬 來翻新日落區康樂中心 而今日也為安劳自助署帶來了另一個好消息 今天說是雙喜臨門 除了這個修身設可以改建 因為丁又立議員給多了幾百萬他們做 也都議員給多120萬我們去完成 我們在Teravel甲41街那個新的中心 日落區康樂中心的改建 預計2年到3年的時間之內就可以完成 而Teravel街的新中心 預計會在9個月後能夠開業 中月娟希望屆時2個中心可以無縫折搏 為日落區的長者提供服務 天下衛視記者蘇智雅採訪報導